假如身分證欄位上的個資 變成選配而非必甜 那最想引申的是 配偶欄因為 這樣人家就不知道 你有已婚我還是未婚 配偶欄也可以隱藏一下 現在的人可能離婚率也高 然後就要去一下有一下沒有 去跑護政事務所之類 覺得挺麻煩的 出生年月日嗎 就不會知道年紀啦 就有一名誠信律師 在去年一月間 到台北文山護政事務所 換發身分證 要求照片父母姓名 配偶欄以及異別 通通不要列出 遭到護政事務所拒絕後 他不服 提起行政訴訟 經過法院審理判決 陳姓律師部分勝訴 法院認為父母姓名配偶欄 屬於間接識別資訊 亦別與辯識身分無關 准許免記載 但照片出生日期出生地 以及戶籍資料 是辯識個人身分的必要資料 不過隱藏部分欄為民眾認為 會衍生出其他的擔憂 他會害怕被騙他有沒有配偶 這件事情 到時候看證件 也可以知道緊急聯絡人 什麼之類的 內政部護政司 對此判決無法接受 認為身分證格式 經戶籍法授權 訂定法規命令 全國應改一致 我們會再上訴 而且內政部護政司 也提出來要支持護所 再提出上訴 當事的台北市文商護政事務所 表示將上訴到底 身分證上的個資 是否該引申意外掀起 討論話題 三零九五 吳昆宇 陳炳豪 綜合報導